现代女人谁没失恋过 只要有值得的男人出现 丁柔亦不会退缩 离婚后 丁柔也没打算她独生过一辈子 因为有穿越 她几乎算是重活了一遍 又有什么不敢做的 将音乐盒放进了盒子里 丁柔将礼盒收好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尹承扇没有再送她伙食 方才太夫人发话 后日让您出门去探皇家书局 取回她殿下的金刚经 蓝芯笑颜颜的回避您饶 真是好巧啊 奴婢听说尹大人回京也是在后日 最近京城都在忙着这事 百姓都想一懂能文能武的尹大人风采 这次回京述职的还有几位海军将领 尹大人同他们一起回京 丁柔挑了挑眉 祖母定下的佛经 蓝芯正色道 是哪 说是早就定好的 却只能后日去取 蓝芯捅不住先笑起来 您好视镜了 您说尹大人会不会恳请皇上赐婚啊 丁柔勾起嘴角 他摇摇头 不会 他不会让皇上帮他选妻子 况且还有佳柔宪主 他如果恳求皇上赐婚的话 将我摆在了火上烤 一个不显眼的庶女 如何得到名扬天下的叹花狼青睐啊 佳柔宪主会觉得失了面子 皇帝赐婚是荣耀 但同时也是负担 会得对佳柔宪主身后的人 于他仕途不利 聪明如他 不会犯这种错误 他可以不娶佳柔宪主 但绝不能当面不给他面子 嗯 万一陛下赐婚呢 六小姐 尹大人还敢违抗圣命吗 这就要看他了 并不是只有抗命一条路 在圣旨没下之前 有足够的机会摆脱佳柔宪主 关键是看他想不想 想了 他们自然成就一段姻缘 不想 哪怕犹豫一瞬 丁柔也不想嫁他 现在犹豫 将来也许他会后悔 见蓝欣担心起来 丁柔笑道 我又不是嫁不出去 非得他不可 成亲是两个人的事 也是两个家的事 他虽然看着不错 但他家里 我在娘家 夹在嫡母同生母之间 嫁了他不说将来如何 但起码两年之内 我又会面对嫡母生母 尹大学士府上 可没祖母祖父给我依靠 一切都得靠自己 对尹长善心动 丁柔并不否认 但对尹大学士府上困境 也让他心悸 不是非得好日子不过 去挑战高难度 关键是尹承扇值不值得 丁柔叹了一口气 世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大秦帝国都城燕京 从城门到皇宫的朱雀大街两侧 站满了百姓 自从信仰王齐恒归京后 这些两年之内 这次青草海盗倭寇 是大秦帝国又一次重要的胜仗 彰显了大秦帝国的果威 消灭盘踞海上多年的海盗 不管插手海上贸易的达官显贵 还是普通百姓 他们都很高兴这场胜利 凡人都很敬重能文能武之人 异军突起的尹承扇 足以满足他们对偶像的追捧 虽然在科技上 尹承扇略训天下第一才子 但在燕京书院 尹承扇握心成胆 后继勃发 力压扬河 随后又被天子为以重任 又在海战中出谋划策 扬明天下 再联想到尹承扇述处的身份 对平民百姓而言 他更容易让人有认同感 不气馁 不自卑 勤奋好学 无论出身高低 总有功成名就之时 丁柔戴着毡帽 站在茶楼的二层 看向下面兴奋的人群 听着他们对尹承扇的赞叹 他算不上草根英雄 尹大学士也是官宦之家 但他却更容易让人赞叹 也更能寄托平凡人的梦想 旁边的包房里传来议论声 最近我几个庶出的弟弟 都勤奋了不少 都是尹大人闹的 不是庶子都能成为尹大人 他能出头 尹大学士的夫人功不可没 不是当初他将尹大人赶去庄子上 又怎么会遇见陛下 进而进了燕京书院 寺院比试他虽然败于羊河 但名声响亮 他再也押不住尹大人 说起这事来 我可听说当年寺院比试 尹大人是替补 不是有人拉肚子 他也去不了 我听说 他当初是过一去的庄子上 就是为了等陛下 丁柔看见城门口 怎么还没到啊 跟在他身后的蓝心一脸愤慨 小声唾弃 胡说 丁柔没回头 压低声音道 胡说的话 你在意什么 您不生气啊 生气啊 我为什么要生气 丁柔瞄了一眼隔壁的包房 今日临街的酒楼生意格外的火爆 不是丁柔请前老板帮忙 他根本站不到此处的好位置 能进酒楼的人非富即贵 丁柔笑着说 太子皇帝曾言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丁柔也许会相信 他是故意去庄子上 只为了有机会能见到文西帝 但他很难相信 尹承扇会让人拉肚子 进而取代那人的位置 功成名就的人 总是会让人议论纷纷 有人敬佩 自然有人诋毁 赞赏也好 诋毁也罢 会影响他吗 当着尹大人的面 又有几个该说他的 私底下痛快痛快嘴巴了 尹大人也没想过 堵住所有人的口啊 丁柔最后这段话 说的声音比方才大了些 隔壁是不是听见 丁柔并不在意 他觉得应该说就说了 他努力在丁府站稳脚跟 不就是为了过得舒服吗 不就是不再受委屈 说两句公道话都瞻前顾后的 丁柔这两年白混了 隔壁的议论声小些了 蓝心似都非懂 看在这门口 引叹花 外面传来欢呼声 有喊陛下万岁的 也有喊引叹花的 场面极其的热闹 丁柔手扶着围栏 向远处望去 入目的是流露出真诚自豪的百姓 高低相差无几的沿街建筑 反射着阳光的玻璃窗 在城楼上安置着十一门红衣火炮 蓝心身上香皂的清香味道 百姓中间的外国人 丁柔民嘴笑了 天朝上帮 理应如此 在如此热闹的环境下 马提升却也能听清楚 大秦守中军功 后印几十年的国泰民安 征战少了 军功也就少了 北疆有新阳王阵少 大秦百姓 从不担心蒙古铁骑 或者打打瓦剌南下 海盗为祸已久 从未有此大功 新阳王齐恒回京时 热闹过 如今轮到隐城扇了 在人群中 定柔看见了他 比起在京城时 他晒黑了 虽然看着瘦了些 但肩膀却仿佛宽阔了 文质彬彬的炭花郎 多了几分鹦鹉之气 曾经的偶尔露出的愤恨不平 到今日平淡内敛 在他的裙边 也能露出温和的笑容 说是晒成了黑炭 也不禁染 古铜色的肌肤 多了几分男子汉的味道 他没穿盔甲 在一众彪悍的将领中 他格外的显眼 丁柔手握紧围栏 居高临下的 看着将要路过酒楼的他 隐成善 忽然一声 沿途中 魏出阁的姑娘将花瓣扔向他 漫天飞舞的花瓣 使得热闹的场面 多了一分暧昧 隐成善 胆掉尖头的花瓣 他骑着身上 没有砸毛的白马 一斗僵上 马匹加快了脚步 他相信 丁柔就在人群中 他不会不来看他 只是人好多 他发现不了他 隐成善突然高声喝道 骑白马的 不一定是唐僧 而是 他身后的人忍住笑意 齐声高喊 喊声压住了欢呼声 震天动地 叹花狼 丁柔眼睛弯成了月牙 他又做了一件 让他心动的事 他从不曾忘记他 隐成善为这一声 许诺了身后的人 多少好东西 丁柔不得而知 只是 刚才和热闹的街头 安静了一身 随后爆出更热情 有节奏的呼喊 叹花狼 叹花狼 旁边的包房里 隐隐传来赞叹 莫怪太祖皇后曾言 叹花狼最多情 亦最风流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尹大人 要去当和尚 不会不会 他如今春风得意 马蹄急 一日看尽长安花 他如何会去做和尚啊 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被穿越者改变的大秦 此时空 民风和思想相对开放 如果是在另一个时空的明清 是绝对不会发生 隐成善这句话 成为他的又一个助解 他正是青春年少 风华正茂之时 尹承扇抖了一下马江上 向皇公子进城而去 身后的人也不敢耽搁 众心捧月般的簇拥着他 一轮声再次响起 哎 若说尹大人有才 我信 但他的运道 也非旁人所能击打 他奉皇命出京 竟然赶上了海战 实在是太有运气了 如果没有海战 隐成善在朝中大佬们的眼中 称其量不过是钱力骨 正因为他设下奇谋奏效 朝廷上的大佬 准备争夺太子之位的皇子 甚至是高坐在龙椅上的文西帝 会重新衡量隐成善的价值 无论从哪方面看 他的仕途之路 比如今做中枢舍人的杨和 顺畅得多 杨和更像是陪伴文西帝的一名青客 虽然荣宠有佳 但手中没有任何实权 亦无法施展他的报复 六小姐 去皇家书局取金刚经 丁柔领着蓝心出了包房时 隔壁一直一轮隐成善的包房门打开了 丁柔打眼一扫 退后半步让开了通向下面的楼梯 一身穿华服的公子从里面出来 路过丁柔时 略略凝了凝目光 因有戴帽的薄纱阻挡 看不进面容 只能见到一位垂头的少女 衣着说不上华丽 少年笑着笑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丁柔才知道他听见了 毛子盯着褐色的地板 似听不出他的调侃 他深邃的眸光 闪过一丝异扬 领着随从下楼 直到脚步生远去 丁柔才松了一口气 蓝心愤愤不平地说道 他好生无理 丁柔拽了拽蓝心 压低声音说 他是宫里的贵人 啊 贵人 蓝心捂着贼 四周看看 声音也放得一滴 六小姐认识啊 这一受陛下宠爱的九皇子 在京城书院时 远远地见过 我万万没想到 九皇子会微服来酒牢 听他说话的声音 方才在包房里 他不曾评价过尹承扇 包房里的人知道 他是九皇子吗 看起来不知道 丁柔离开酒牢 坐在马车上时 摘掉帽帽 自嘲地笑笑 他想得太多了 九皇子怎么会因为 一句太祖帝后 说过的话 就注意到他呢 京城爱慕尹扇扇的 小姐不少 亦有许多专门给他辩护的小姐 丁柔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出名的一个 何况那句话 不是手渣里写的 很多人都记得 并且知道 丁柔仔细想了会儿 想了一遍 没发觉有什么 遗漏不妥的地方 信仰王府安阳郡主的事 更不会被九皇子知道 去皇家书局取了金刚经 丁柔又特意吩咐车夫 转去到乡村 买了清出炉 祖父喜欢用的点心 才返回丁府 丁柔捧着几本佛经 蓝心提着点心回城村园时 丁柔一面走来 叫着丁柔 六妹妹回来了 在丁府里 丁柔不需要再带着围帽 看了一眼丁柔 三姐姐是要出门 我可没六妹妹的好福气 京城街上挺热闹的吧 六妹妹可曾见过尹大人 嗯 去的时候人多 在马车里摇摇地看了一眼 尹大人去紫禁城 叩谢陛下的恩典了 三姐姐想见尹大人 我现在再出门 也见不到她了 方才祖母身边的文力传话 让我去一趟程松园 丁柔抿了抿嘴唇 身上穿着促心的一裙 佩戴的插环手势 趁着丁柔 格外的名言动人 陪着丁柔向程松园走 说道 六妹妹怕是不知道 尹大人见过陛下后 许时会有一场盛宴 陛下很器重她 在宴会上 佳柔宪主 怕是会弹奏凤求皇吧 蓝心抬毛 丁柔脚步微停 笑音道 三姐姐只在府中 就知道外面的事情 我佩服得紧 不知三姐姐 为何总是提起尹大人 丁敏仔细地真详丁柔 笑道 也许六妹妹想的 同我不一样吧 我也看出六妹妹的心思 你既然不同我争 我就给六妹妹提个醒 尹大人文采风流 能力出众 有着锦绣前程 这谁都知道 名门望左 都有以嫡女下架她之心 但她 丁敏向前迈了一步 离着丁柔更近了些 压低声音说 她野心很大 冷酷无情 为了仕途高升啊 她做了很多的事 亦会失去很多 在她眼中 无不可利用之人 我曾经说过 她不是良配 过两日 怕是她会迎娶 家柔献主 丁柔含笑的嘴角 没有一丝变化 气费的瞳孔 也不见一丝波澜 丁敏许是看出一些端倪 今日才摆着一副 为她好的样子 来规劝她 她该说 先知很有本事吗 即便是同样一个人 难道通丁敏的记忆中的前生 就不会有一丁点的变化 丁敏前生的隐成扇 也许是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的人 也许是狠利的人 但今生她不是 可能她对旁人 已然保持着戒心 但对丁柔 她能感受到 她的一片赤诚 听丁敏所言 远不如亲眼所见 隐成上是什么样的人 丁柔比丁敏更清楚 怕是个阴沉可怕的人 即便虔诚看好 六妹妹 我是为你好才说的 祖父也是看好她的将来 才会有心思 同隐家结亲啊 多谢三姐姐提醒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是丁家的小姐 自然听祖父的 丁敏眼里 闪口细许的失望 丁柔看出 她有一种 不被理解的痛苦 仿佛她知道 所有人的命运 却说不出 丁敏无奈 充满惋惜的叹道 唉 祖父在利用你 你不生气吗 丁敏的目光 落在兰心提的点心上 丁柔只要出门回来 必然会给祖父祖母 带一些不值钱 却很得他们欢心的点心 丁敏不屑丁柔的小手段 更不屑丁柔的谄媚行为 疼你又怎么样 到时候照样让你为丁家牺牲 小花招永远也比不上 为丁家出谋划策 丁柔惊讶到 三姐姐既然会说 尹大人会娶佳柔县主 现在又说祖父利用我 这是为什么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啊 但我知道一点 祖父绝对不会让我去作气 丁家的小姐 心里向着福利 有什么不对的 殷亲殷亲 不都是一样的 你看过哪位出嫁的小姐 同娘家闹翻了 丁敏又被笑云的丁柔 拿话僵住了 脸色变了变 失笑说 出嫁的小姐 只要地位高 娘家自然会巴结着 丁柔不用想就明白 丁敏一定是想到了前生 看来丁家姐妹们的风光 对他自己很大 也许就是丁柔 三姐姐到底想说什么啊 我真真是不懂了 一会儿说祖父利用我 一会儿又提起尹大人的亲事 我是远远的见过尹大人一面 祖父也没说过要结亲 三姐姐从何处听来的 我在祖父身边都不知道呢 远远的看了他 也静静的同尹丞帅说过话 丁柔可没欺骗丁敏 他们没好到一起说亲密话的地步 我 我 也静静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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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